美国交通部长称 丰田召回门尚未结束 美方将继续监督车辆缺陷的修复 首批维修已经启动 丰田由于反应之后 可能在美国面临罚款 伊朗成功试射自行研制的 探索者三号卫星运载航舰 太空计划引发西方担忧 以至由七人组成的 中国登山队在印尼受困 队员目前安全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已经请求印尼警方协助拯救 在美国出生的大熊猫泰山和美兰 今天晚间将会乘专机返回中国 预计北京时间五号下午抵达四川 四川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熊猫回家 记者提前探访两只熊猫的新家 亲属做说客 美国圣诞炸机嫌疑人穆塔拉夫招供 承认受基地组织支持 同时透露基地组织还在策划更多的恐怖袭击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合晚会 首次戴装彩排 一千两百多套新款演出服 打造亮丽与怀效果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 我是丰田 我是王周 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号 以下来关注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好 今天头条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丰田汽车召回事件的最新消息 美国交通部的部长拉夫德三号 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说 丰田召回门尚未结束 美方将会继续敦促车辆缺陷的修复 丰田由于反应之后 可能在美国面临罚款 拉夫德说 他将于近日就召回事件 与丰田汽车总裁丰田张南通电话 以表达美方对丰田汽车质量的担忧 拉夫德还表示 丰田汽车在出现问题后 迟迟没有采取召回行动 美国运输部官员 甚至不得不前往日本向丰田施压 美国方面打算继续检查 丰田汽车其他潜在缺陷 并督促丰田完成召回 当天 拉夫德在听证会上的一起讲话 使得舆论认为 召回门可能比预想更为严重 拉夫德随后解释说 他上述表态 并不是要求所有车主停止驾驶 而是在担心车辆安全的情况下 不要继续开车 3号美国的丰田经销商陆续收到了首批 用于维修问题油门踏板的零部件 开始展开首批召回车辆的维修工作 一些维修技师要工作到晚上10点 据美联社报道 为了补偿给经销商带来的额外费用 丰田汽车公司将给予每家经销商 最多7万5千美元的补贴 据了解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正在考虑 对丰田时宜民事处罚 对召回事件的调查也在不断扩大 除了重新调查丰田汽车的电控节气门系统之外 还要求问题油门踏板的生产商 CTS公司提供更多细节 CTS公司同时也为本田 尼桑以及一部分在中国生产的福特汽车 供应踏板 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局怀疑 这些踏板也同样有问题 CTS公司坚称 由于设计不同 只有为丰田生产的踏板才存在问题 那目前呢 各大汽车厂商已经是相继公布了 1月份的销售业绩了 丰田公司1月份在美国的销售下跌了16% 而其他的公司却是表现出了喜人的销售业绩 那么到底谁会是丰田赵惠门的最大受益者呢 目前福特汽车1月份在美国的销售增长了24% 超过了丰田汽车的销量 尼桑公司销量上升16% 通用汽车也上升了14% 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 福特汽车公司无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有分析人士评论 由于担忧丰田车的质量问题而不愿购买 或者受到暂停销售影响而无法购买 美国消费者很有可能转向口碑较好的福特汽车 但高盛集团的分析师表示 尽管福特公司预期增加市场占有率 但是增长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丰田 而一家网络售车公司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他们认为最有可能代替丰田凯美瑞花冠等车型的轿车 绝大多数都来自美国以外的汽车生产商 那么究竟谁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呢 或许是丰田长久以来的竞争对手本田 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表示 本田思域和本田雅阁这两款表现突出的车型 还分别有74天和68天的库存量 这将是本田公司有足够的新车投放市场 从而既抓住赚钱的机会 又可以清理多余的库存 此外 其他的亚洲汽车制造商 也可能在特定领域获益 有业内人士指出 马自达3可能赢得美国小型轿车市场的不少份额 而斯巴鲁利诗系列车型 可能将在中型轿车的市场表现不俗 丰田此次召回事件的规模可以说史无前例 由此产生的损失也是相当巨大 特别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企业稍有闪失 就有可能给行业内的对手造成难得的发展机遇 希望在汽车行业的大战结束之后 消费者能够成为最终的获益人 本来记者美国华盛顿报道 而根据美国媒体披露 丰田汽车的突然加速问题 其实是由来已久了 只是由于近一段时间交通事故的发生 才引起各方的重视 报道说 早在2003年4月 丰田在针对一款多功能商务车型的测试时 工程师发现测试车辆 有一处塑料板件会松脱 导致油门踏板出现故障 无法抬起 车辆将会自动或者是突然加速 当年7月 丰田汽车重新设计了该部件 之前可能出现加速一事 丰田汽车并没有告知消费者 2004年3月 由于接到关于丰田凯美日车型 存在突然加速问题的投诉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展开了调查 调查没有发现产品存在缺陷 丰田汽车美国公司 也没有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2005年8月 美方再次针对丰田汽车 突然加速问题展开调查 依旧无果而终 2007年3月 针对雷克萨斯ES系列产品 突然加速问题的调查取得进展 丰田美国公司认为 突然加速问题是由脚垫引起的 并随后在美国召回5.5万辆汽车 然而其他车型的隐患仍没有排除 直到2009年8月 在一起夺取四人生命的交通事故以后 危机全面爆发 在美方的督促之下 从2009年10月至今 丰田先后因为脚垫和油门踏板问题 召回数百万辆汽车 预计损失将超过10亿美元 好 事件转向伊朗 自从伊朗成功地发射了 首枚自制卫星一年之后 在3号根据伊朗电视台报道说 伊朗当天成功地试射了 自行研制的 探索者3号卫星运载火箭 而就在同一天 伊朗还向外界展示了 一枚新款的运载火箭 以及三颗自制卫星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转播了 探索者3号升空时的画面 据报道 探索者3号火箭上 搭载了一个生物实验舱 舱内放有一只老鼠 两只海龟和一些蠕虫 该火箭将把相关的摇杆数据 实况视频以及飞行 和环境分析数据传回地面 同一天 伊朗还向外界展示了 另一枚新款运载火箭 神鸟号 神鸟号多极助推火箭 重85吨 高27米 可将一枚100千颗的卫星 送入去地面500公里的轨道 伊朗总统阿哈曼迪内加德 出席了神鸟号的揭幕仪式 并对伊朗成功发射 自制卫星表示了祝贺 称伊朗在航空航天领域 还将取得更多的成就 此外在当天仪式上露面的 还有另外三款伊朗自制的新型卫星 分别是灯塔二号第一轨通行卫星 日出号侦查卫星和喜讯号 伊朗近年来是大力发展太空计划 并且预计在2021年的时候 实现在人航天计划 那由于火箭的发射技术 同样是可以用于远程导弹的发射的 因此伊朗的太空计划 是引发了西方国家的担忧 根据统计 伊朗拥有多种型号的中远程导弹 这个当中的尼什二导弹的射程 就可以达到2000公里 这也就意味着可以覆盖以色列全境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 还有就是欧洲的一部分地区 那为了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威胁 美国军方在1月份的时候 宣布在海湾地区 部署8个爱国者反导系统 并且在1月31号 展开了一项导弹拦截试验 而伊朗总统埃哈曼迪内贾德 2号就批评说 美国部署反导系统的目的是 制造地区分裂 从而控制这一地区 另外一方面的伊朗核问题 现在是有了转机 伊朗总统埃哈曼迪内贾德 2号的时候表示 愿意将低纯度的浓缩油 转到国外进一步的提纯 这被认为是伊朗 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 相关草案态度 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那国际社会在3号 也是纷纷做出了回应 俄罗斯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3号说 如果伊朗同意将其低纯度浓缩油 运到第三国进一步提纯 俄罗斯将表示欢迎 并愿意就任何问题 与伊朗展开对话 美国白宫发言人杜吉德3号表示 伊朗目前最应该做的 就是接受国际原子机构提出的草案 根据扫案 伊朗应该首先将低纯度浓缩油 运往俄罗斯提纯至纯度为20%左右 再由法国加工成伊朗研究用核反应堆 所需核燃料棒 德国总理默克尔斯表示 现阶段伊朗需要拿出实际行动 代替纸上谈兵 伊朗总统埃哈迈迪内贾德2号晚上表示 伊朗愿意将低纯度浓缩油 运往国外加工成核燃料 但是内贾德警告 如果西方国家没有归还 进一步提纯以后的浓缩油 伊朗将继续自行生产农缩油 近日欧洲部分国家遭遇了 新一轮的雨雪恶劣天气 引发了洪水和冰冻灾害 由于连江暴雨 西班牙留胜地 加拿利群岛部分地区 发生严重洪灾 在特内里费洪水冲断道路 一些居民被困家中 学校被迫停客 由于岛上供电中断 大约25000名居民在漆黑中过夜 当地政府已经于3号 发布洪水紧急警报 德国北部正在经历 近30多年来最大的一场降雪 北维州部分地区降雪深度 达到50厘米 为防止积雪压塌屋顶 部分老旧的学校校舍 已经停止使用 公路交通被大雪阻断 当地一条高速公路上的车辆 排队长达40公里 由于海面结冰 位于波罗的海的西登赛岛 与外界航运中断 德国军方出动直升机 为岛上居民送去食品 暴雪同样在波兰引发交通混乱 许多车辆被困在公路上几个小时 一些远离城市的村庄 与外界交通中断 波兰政府紧急出动轻雪车辆 确保主要干道畅通 流入波罗的海的奥德河河面结冰 当地水务部门出动破冰船连续作业 确保船只通行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3号 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的时候证实 已知由7个人组成的中国登山队 2号在印尼巴布亚省境内受困 使馆已经请求印尼警方协助解决 我们在使馆在接到国内有关部门的 有关要求之后 我们也立刻采取了各种方面的工作 我们的领事部的官员 包括政治处的官员 也都在和国内的包括登山协会 外交部领事司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从目前的情况看 他们目前的安全状况是稳定的 当然他们也面临着一些困难 比如说他们的食物的供应问题 他们担心可能会支持不了太多的天数 那么当务之间的事 我们希望是能够尽快地 把他们从目前驻扎的营地 尽快地撤下来 为此我们的使领馆 也采取了各种方式 包括我们的领事官员和当地的警方 和当地的政府部门都已经取得了联系 当地的警方对救援工作也非常的重视 他们也希望在进一步明确 登山队的方位之后 他们也会尽快地 采取必要的救援的措施 美国政府的预算报告 建议取消重返月球计划 美国航天局公开表示 受到巨大打击 海南将建国际旅游岛 防架以火箭速度窜升 政府部门采取多项措施 打击不正当交易 稍后请继续收看中国新闻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看 又有两只大熊猫要回家了 在美国出生的大熊猫 泰山和美兰 北京时间今天的夜间 将会启程返回家乡 中国四川 那相关情况 马上来连线美洲中心站的记者 申嘉宁 你好 嘉宁 你好 曾田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两只熊猫宝宝 返回来的具体的启程时间 是什么时候 另外整个行程是如何安排的 好的 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 在当地时间4号上午的 7点到9点半 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晚上8点到10点半 是生活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 大熊猫泰山入乡的时间 那么这个箱子呢 是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为护送大熊猫回国特意制作的 稍后在我今天拍摄的 关于泰山的一个片子 片子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箱子的样子 为护送泰山和出生在亚特兰大的 大熊猫美兰回国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免费提供一架 名为熊猫特快的专机 并且在机身上绘制了大熊猫的图案 这架熊猫特快专机呢 将从亚特兰大起飞 大约是4号上午9点50 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晚上的10点50分 在这美兰抵达华盛顿杜勒斯机场 而泰山呢 大约是在北京时间的晚上11点半左右 从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抵达杜勒斯机场 被运上这个专机 大约在北京时间的午夜时分 会在这个杜勒斯机场举行一个简短的送行仪式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员 还有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和美国联邦快递公司的代表 会在这个仪式上致辞 这个仪式呢 大约会持续20分钟左右 在当地时间的上午11点50 也就是北京时间5号凌晨的0点50分 熊猫特快专机即将起飞 随后呢 会经过14个半小时的直航飞行 于北京时间的5号下午抵达四川成都机场 那么美兰呢 将会入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泰山呢 则将回归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 开始他们各自新的生活 曾田 那看得出来各个环节之间的搭配和安排是非常缜密的 好 我们谢谢盛佳您给我们介绍的情况 那3号呢 就是熊猫泰山在美国的最后一天了 华盛顿附近的居民啊 也是纷纷赶到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向泰山道别 雪后出情 即将告别华盛顿的泰山 看起来精神不错 中午 泰山一边晒太阳 一边享用可口的午餐 也许因为最近前来向他道别的人实在太多 泰山似乎感到有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即将发生 略感焦虑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而对于那些喜欢泰山的美国人来说 虽然对泰山的离去有些不舍 但也为泰山送上最真心的祝福 since it's an endangered species it's good for him to go back and help increase the population because honestly I mean him living here with all these people looking at him it's kind of sad it would be better if he could be alive in the wild what wishes do you have for泰山 well safe travels of course and I hope he enjoys China what wishes do I have oh that he he finds someone that he can have little baby pandas with that he likes over there and that he'll come back to visit again 接近下午两点泰山看来是走累了 守在熊猫馆门前等待饲养员开门 细心的饲养员特意让泰山 先进入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为护送他回国特意制作的箱子 再进入熊猫馆 泰山将在这里度过他在美国的最后一夜 he's part of my life he's a magical bear and the fact that he's going to be taken away from us it's heartbreaking I'm going to miss him 据介绍泰山的饲养员和一名动物园的兽医 将陪同泰山于明天上午从华盛顿启程回国 和泰山同机回国的 还有出生在亚特兰大的另一只大熊猫美兰 看得出来美国民众在依依不舍的同时 也是送上了很多真心的祝福 那两只熊猫宝宝的老家四川 现在是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 迎接泰山和美兰回家了 泰山将会回到卧龙避风峡基地 而美兰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不过检疫场将会是他们的第一个新家 这里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熊猫检疫场 美兰从美国回来踏上祖国 踏上故乡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美兰专用的检疫场 也就是说在今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将在这里生活 那么面对这个新家 他怎么才能顺顺利利地进入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进行消毒 也就是说在这个消毒池啊 美兰要洗去一路的封尘 才会屁颠屁颠地进入他的两个卧室 那么这就是他的其中一个卧室 美兰今年还不到四岁 对于一直不到四岁的情况来说 这样一套两居室四都市平均的房间 看下来是比较差的 毫无疑问 这个在床的房间呢 就是美兰的主卧 可以看出来 这个床呢完全是用石墓做成的 可以说他睡觉的地儿 实际上不错 美兰现在的体重有150-60斤呢 这个墓床安全不安全呢 我的体重也差不多 是这个数量 来试一下吧 看起来 这个墓床还是非常坚固 现在看到这是美兰的喝水的地方 它是用一整块石头 掏出来的一个饮水池 简单是它呢 就是一个自助检测器 那么对于美兰这样一个 非常爱美的丫头来说呢 她每顿饭吃饱了以后 担心自己是不是长胖了 或者长肉了 她就会跳上这个检测器 来称称自己的体重 外边有一个电子自动显示器 就会准确地显示出它的体重 这个地方就是美兰专用的一个活动厂 那它这里头设计最巧妙的地方是什么 应该就是这个水池吧 这个水池 对对对 这个蓄满水以后怎么样呢 蓄满水了以后吧 这个美兰要是每天她在这儿 晒太阳啊 活动啊 要是累了 出汗了以后的话 就可以到这儿来泡泡 然后这个相对来说啊 也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 然后她自己在这儿泡澡 成都的夏天啊 是比较炎热的 记者有一年在这里采访的时候 实测过这个地方 最高的温度 曾经达到过四十几度 那么对于大熊猫来说呢 它是一种怕热不怕冷的动物 怎么过呢 我们看到啊 基地特意为它们安装了两台空调 那么保证它们在炎炎夏日 能够有一个安逸的环境 在美国出生和成长呢 换到一个新的环境 自然会有一个重新磨合的过程 这个当中呢 家乡饭是不是合口味 这就是这两只海外桂兰大熊猫 回家之后将会面临的一个考验了 那饲养员呢 现在早就已经是准备好了 十多种新鲜的竹子 来等待它们的挑选 而且啊 还会有一种神秘的食物 可能会对它们的胃口 这里是城东大熊猫繁衣研究基地的 熊猫厨房 顾名思义呢 熊猫所吃的一切食物 都是从我身后这个熊猫厨房出去的 那么为了迎接美兰啊 让它第一顿就能吃这样 特别新鲜的东西 那么饲养员为它们 到底准备了什么样好吃的食物呢 祖先会让它吃哪种呢 应该让它吃这个八山木竹吧 让它这样吃一下 看起来这个八山木竹不怎么样 也许它很喜欢呢 我们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喜欢这种竹子 对我们的竹子因为它从野外回来的 我们也是像做窝头一样的 保证那个清洁干净 因为野外的竹子我们也不清楚它有什么东西 所以说必须把它清洗干净才能拿出去给熊猫吃 每一根竹子都要清洗吗 每一根都要清洗 你看我们的工人 那个工人师傅就这样子 每天都这样清洗 很冷的天很热的天 它们都这样清洗的 每天都要 为了保证熊猫吃上新鲜的竹子 熊猫厨房设有专门的竹子恒温保鲜室 保鲜室里安装了许多喷头 来保持竹子的新鲜程度 2008年地震后出生的熊猫 和2009年出生熊猫 加起来一共有20只 现在又多了美兰吃饭 不过由于竹园目前还不用担心 基地已经在绵羊和都江宴建立了后备供应点 第二让美兰吃的保渊 让它吃的好 饲养员在这上头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给它准备了一种神秘的食物 现在我们就来揭秘 大家看 就是这种现在还冒着热气的东西 饲养员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做熊猫窝头 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 我吃一口 感觉像我们平常吃的饼干一样 但是这种给熊猫吃的饼干 其中还大有奥秘 熊猫的成分就是有玉米 大豆 还有大米 还有燕麦 然后这是主要的 组成它的主要成分的 还加入一些添加剂 和一些食物油 让它吃起来口感非常的好 而且营养很均衡 那么强调这么复杂 我们是为了保证熊猫的食物安全 大家都知道 那个口 病从口入 那个食物是熊猫进口的 最主要的那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要保证它的食物完全 才用了这么多道工序 Good Good Pandos are lucky Good food 四川是大熊猫的故乡 本身就具备适合大熊猫生活的 良好自然环境 熊猫基地的专家介绍 从以前饲养海龟大熊猫的经验来看 美兰将很快喜欢上 家乡的竹子和窝头爱上这里的气候 它也将成为基地最耀眼的熊猫明星 细心又周到的确是万事俱备 只等归来了 那提到可爱的大熊猫呢 它是中国的国宝 也是中国人民最为珍贵的礼物 它多次担当中国人民有意识者的重任 为国家发展对外友好关系 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最著名的熊猫外交 发生在1972年 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 携夫人访问中国 周恩来总理宣布 赠送给美国人民一份贵重的国礼 大熊猫玲玲和猩猩 当年4月26号 当玲玲和猩猩乘专机 从北京抵达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时 8000名美国观众冒雨迎接 与观众见面的第一个月 参观者就多达100余万人 此后熊猫开始成为 中国著名的外交明星 活跃在外交舞台上 日本 法国 英国 德国 墨西哥和西班牙等九个国家 都相继获赠来自中国的大熊猫 1982年之后 鉴于大熊猫生态环境恶化 导致数量急剧减少 中国停止了向外国 赠送大熊猫的做法 大熊猫作为国理的时代 宣告结束 取而代之的是租借方式 主要目的是双方合作 进行大熊猫科研 这些大熊猫及其所繁育的后代 都属于中国所有 目前中国与五个国家 九家动物园 开展了大熊猫繁育 生理等各方面的合作研究 涉及的大熊猫有30只 分布在美国 日本 奥地利 西班牙和泰国 好 美中方面还有一些 什么样的消息值得关注吗 马上我们再次请进 在美洲中心站的记者 沈佳宁 你好 佳宁 你好 曾田 那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但我们浏览一下 美洲其他方面的消息 好的 首先来关注一条 关于美国圣诞炸击事件 最新进展的报道 美国政府一位官员2号表示 美国联邦调查局 以美国圣诞炸击案 嫌疑人穆塔拉布的亲属 为突破口 已经从穆塔拉布的口中 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据美联社报道 圣诞炸击未遂案发生以后 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 飞往尼日利亚穆塔拉布的家中 劝说他的家人 协助探员调查 穆塔拉布遭步以后 原本表现出合作姿态 在得知自己有权保持沉默以后 便再也不肯配合调查 亲属随后充当说客 促使穆塔拉布转而继续 与调查人员合作 目前穆塔拉布已经公认出 圣诞炸击事件策划过程 承认实施炸击行动 受野门基地组织 阿拉伯半岛分支支持 透露基地组织 还在策划实施更多恐怖袭击 另据路途社3号报道 美国国务院 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提议 将援助野门的年度反恐资金 提高至1.066亿美元 以加大在野门的反恐力度 美国总统奥巴马1号 向国会提交了 2011财政年度政府预算报告 建议取消重返月球计划 而将火星作为 美国载人航天计划的目的地 美国航天局随后公开表示 大受打击 3号 众议院就奥巴马预算案中 有关美国航空航天局 未来发展规划的建议 召开第一次听证会 讨论美国航空航天局 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奥巴马在新财年预算报告中 建议在未来5年 为美国航空航天局 增加约60亿美元的预算 但是他同时建议 取消美国重返月球计划 包括终止部分航天器的研发 而将火星作为 美国载人航天计划的目的地 并且将运送宇航员 往返国际空间站的业务 转交给美国私营企业 这些建议立即激起千层浪 在国会议员和美国宇航业界 引起极大争论 美国航天航天局局长 胡尔登2号在新发布会上说 重返月球计划的取消 让人感到悲伤 在2月3号的听证会上 负责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 监督职责的机构之一 美国联邦政府信泽办公室的代表指出 终止现有航天器执行运输任务 将牵涉大量的问题 包括太空站的潜在攻击短缺 技术接续 以及价值100万美元的设备部件的气质 宇航安全顾问小组代表戴尔中将 则特别对私营企业开发航天器 承担运送与航员任务的安全问题 提出了严重疑虑 他指出 顾问小组虽然不反对宇航运输商业化 但是目前不仅缺乏规范 商业化运作的安全规章 而且还需要航空航天局 向私营公司进行专业技术知识转让 目前新预算案建议在国会中 主要招致共和党议员的质疑 共和党议员彼得奥尔森称 总统的提议与美国航空航天局 现行计划相续甚远 对美国航天航空事业的发展 将产生巨大波动 甚至有议员评论说 奥巴马的建议将开始 美国载人航天计划的死亡行军 关于航天预算案的审议 将持续几个星期的时间 把目光转向地震后的海地 当地时间3号 数百名饥饿的海地灾民走上街头 抗议当地政府官员 在分发食品等救灾物资的过程中 存在贪污和以权谋私现象 抗议的民众昌 当地官员把持着 世界粮食计划署带来的生活必需品 并要求灾民花钱购买本应免费的大米 海地大地震以后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援助海地 但是由于当地交通运输条件较差 外加暴力抢夺事件事又发生 大量的救灾物资 堆积在海地太子港港口 不能快速运送到灾民手中 今天美洲最新的内容就是这些 现在把时间交给北京演播室 好的 再次谢谢嘉宁来自美洲中心站的报道 谢谢 稍后回来我们的新闻继续 感谢观看